郭先生你好,我想問你,港大梁志雄申請禁制令,他成不成功得到禁制令,他對傳媒有甚麼影響? 第一,他有沒有理由得到禁制令,法官有經驗可以衡量社會公眾知情權, 和會否影響到傳媒的新聞自由? 另外,他這個禁制令,拿了之後,對他們拿禁制令的言意又沒有效, 但我們看回這幾天的新聞,他的資訊已經在台灣,周圍我們都播了出來, 拿到禁制令都沒有意思,即是說他們, 楊志雄他們,連那個評估能力都沒有,就算美國成功拿了禁制令, 但是沒有用的,全世界都流通,如果全世界到處都流通, 你又禁制不到的,你開了香港司法管轄範圍, 全世界都知道你香港人反而不知的訊息, 變成鬧了一個好天大笑話來的, 在美國曾經有過這個過往,是法庭都不批的,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,你香港大學是市民的錢來的, 是納稅人的錢供養他們的, 那他又不是商業機構,又不是政治的部門, 又不是政策部門,是否有什麼利益呢? 他應該公開了陽光政策, 所以我相信香港法官都很有經驗的, 我相信他會衡量到,如果他, 法官如果他都要去投靠一些極權的組織的話, 就是這個社會的悲劇來的, 這個悲劇來的, 我想他都很難講一個, 給他拿到禁制令的理由, 因為你就要攀下來都沒有效, 你拿什麼令都希望有那個效果, 你拿完都沒有效, 從反而帶來了那個, 破壞了那個生人自由的氣氛, 是不是智者來的, 應該他梁志雄他們要退, 最好自己撤銷, 最好大家都無謂勞民相財, 你又浪費錢去訴訟, 你又害人家去訴訟, 是完全無用的, 香港要大家做一樣工作, 除了與和為規之外, 有權力的人, 或者無權力搞抗爭的人, 都要有智慧搞到皆大歡喜為原則, 即是做一個方法出來皆大歡喜, 社會便和諧, 但那些人現在未有那個正義智慧, 那些水平低了, 有些人受了國內那些, 那些共港的私物影響, 那些作風影響,